因為它有點過軟 然後所以會有點快疙瘩 因為我剛剛差點就有點被疙瘩的感覺 啊 因為如果滑進去的話 就可能會卡住這樣子 哈哈哈哈哈哈 歡迎來到27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爸 我是五毛媽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 大家記得先幫我按訂閱喔 二期的粉絲們在觀看影片 同時愛爹幫我訂閱卡細節讚唷 那各位的留言與按讚 都是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支持與鼓勵喔 沒錯 同時在我們資訊欄的下方有 要用網站的連結 喜歡的人可以點過去看一看囉 這一次7跟9man就是愛美食 推出了7款的新品 那現在事不宜遲 趕緊來開箱吧 GoGo 這道是 這一次的新品呢 就是一路從早餐吃到下午茶 晚餐全部都包了 飯糰的idea呢就是來自 評價與奢華的對決 所以我們今天也要來對決一下 看誰勝 來 趕緊吃看看 奢華很明顯大很多耶 突然間比照旁邊的評價 看起來很寒酸 哈哈哈 我們先吃奢華主人 我們剛剛應該要先吃評價的 不應該先吃奢華 這個味道很好 它裡面啊好多海鮮喔 我光是吃到就有鮭魚 鮭魚卵 蝦子 不知道它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海鮮 蝦子啊 蠻堅挺不拔的 很嚼勁的 而且很彈牙 蝦子它不會小到我們吃不出來 所以代表它是有一個體積存在的 對 而且它滿滿的鮭魚味道耶 這個我蠻喜歡的耶 嗯 其實它很便宜 雖然說我現在肉好像吃到兩小塊 這一個燥燒的味道啊 它就甜甜的 在跟飯一起吃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錯覺 它好像油飯喔 喔 真的嗎 一點點啦 肉末啦 我這邊的肉呢 只有指甲 夾起來指甲的大小而已 喔 所以在家裡那邊 肉非常的少 很少 如果餡料的話 會是奢華那邊比較多 滿到你都覺得快要溢出來 有一種非常幸福 Kimoji 送的感覺 有這麼誇張嗎 可是我跟妳講 照商那一邊啊 它的Sauce調得很好 鹹甜鹹甜的 它就是呢 那個價格我也不太會嫌棄它 它泛爛了一點 然後沒什麼料 對 然後奢華那邊又有一點貴 以一個飯糰來說 那這位評價跟奢華組 妳選哪一個 我選奢華 妳這個虛華的了 不是我在意米粒 我這個人非常在意米粒 會不會爛爛的 好啦 那我是選奢華啦 哈哈哈哈 是一樣 跟虛華什麼東西 我裡面花多一點點錢 吃到滿滿的料 我也不要花23塊錢 吃到 只有醬 飯糰一樣 它飯居多 對 那我們就看下一道囉 這一道是 照燒烤雞蛋三明治 59元99公克 229大卡唷 這一檔真的很強喔 早餐到晚餐全包了 我們現在還在吃早餐 對啊 我今天去買的時候啊 拿起這三明治 第一次有一度想說 嗯 它是新品嗎 看我們吃就知道了 我們有多餓 因為我們今天想說 它有七樣這麼多 我們乾脆集中在一餐裡面吃好了 因為我們怕這樣我們會太飽 如果我們吃其他餐的話 我講實在 它只要跟糖心蛋 在一起的三明治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難吃的 因為旁邊的蛋沙拉很好吃 那我今天講一下那個照燒醬啊 它是甜甜鹹鹹 但鹹味非常低 幾乎都是甜味 但也不會說像台南Style那一種 就是甜到你會覺得太甜 所以它的味道呢 是剛剛好 就淡淡的 在你吃早餐的時候 是非常合適的 整體上來說 對我來講 是安全牌 沒錯啦 以你這個少年母公改天哈啦 的廚藝來說的話 可能覺得就是在safe的範圍啦 好啦 那它就safe 阿布你卡啦 你走啦 替我問說什麼 我好收到 那我們微推好了 好 那我們就 推推 這一道是 8倍歐姆蛋蛋包飯 109元 466公克 714大台唷 這個歐姆蛋看起來好像很鴨米 它的蛋量是8倍 應該有啊 因為感覺蠻厚的 幸好裡面的茄汁拌飯啊 還有加火腿在裡面 哎唷 哎唷 不太厚勒 這個是我喜歡吃的口味耶 肯定是 它外圍那一圈紅紅啊 它就是番茄醬 番茄醬煮得剛剛好 這一款我覺得非常好吃 撇除它沒有肉之外 沒關係啦 它有火腿 那它的sauce呢 番茄醬的 它就算沒有火腿 所以我也覺得很好吃 哈哈哈哈 因為它番茄味好好吃喔 不會太鹹 好濃郁喔 哦 那個冰箱番茄醬拿出來給你吃就好了 番茄醬的味道呢 它是不會太酸 也不會太鹹 在一個適中的範圍 那歐姆蛋呢 也做得非常不錯 吃起來是滑嫩的 本來想說 它微波出來會不會變很乾 結果沒有 它是濕潤的 所以整道吃起來 口味上是不錯的 要提醒一下 因為我在這一道飯的尾端 會吃到有一點點洋蔥的味道 所以如果害怕洋蔥的人 可能要斟酌一下喔 沒錯沒錯 所以這道我們就 推推 這一道是 咖哩口味的 也是我的最愛 都是你的最愛 剛剛我媽媽說啊 咖哩跟番茄 這都是減肥的人不會碰的 但是剛好 都是我的最愛 你不是在減肥嗎 今天暫時先得過且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肉吃起來蠻嫩的耶 有點都不乾才蠻juicy的耶 然後它的皮好像有烤過 所以呢有一種焦香味 不錯耶 它這烤雞排的味道有做出來 然後咖哩醬它是屬於日式口味的 不是說像我們平常吃的那麼辣 嗯 然後吃起來就是 味道辣 然後但是是香的 而且它這個咖哩味 蠻濃郁的喔 好啦 我吃到目前為止喔 我唯一覺得 蠻好吃的就是那個 其他 並不是不好吃 但是它全部都是安全牌 就是你會覺得 嗯 不錯 然後但會下次再買嗎 好像 嗯 我覺得 每一道都不錯吃啊 嗯 不難吃啊 對 所以每個人 喜歡的真的都不一樣 但是這一道我們還是要 推開 這一道是 草莓大幅 35元 80公克 一把二大卡唷 有點時間大啦 裡面有卡式的啊 卡草莓果醬 以及草莓果凍 這好軟喔 有肚子 咚咚咚咚咚這樣 對啊 咚咚咚咚咚咚 這個草莓大幅的皮很特別 不是日式的那一種 然後吃起來又QQ彈彈的 有一點像 一種凍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凍 但沒關係 反正它吃起來口感呢 我真的就覺得 它就是這一餐飯後吃 然後剛剛好冰冰涼涼的 草莓味淡淡的 也不會太甜 然後對它也沒有什麼記憶點 還有年紀大人吃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有點過軟 所以會有點快夾到 因為我剛剛差點 多一點會夾到的感覺 因為如果滑進去的話 就可能會卡住這樣子 要關心年長者 真的喔 你不知道 因為自己本身就是 你知道看我們的頻道 很多年長者嗎 所以我 很關心我們的粉絲 所以這道我們就 所以我們就看下一道囉 這一道是 抹茶拿鐵39元375毫升181.8大台喔 吃完甜點就來喝飲料啦 其實我本身很喜歡抹茶 然後我喜歡抹茶那個苦喔 有你喜歡的那個 微微的苦澀感 這一款呢 它的甜度不會太高 在我可以接受的範圍 整個喝起來就是 我不會覺得 它喝完會很渴 它對我來說是可以解渴的 這個還不錯耶 我覺得不錯 而且它的抹茶味還蠻重的 外加尾韻 真的有那個抹茶的苦味喔 這一款如果不敢吃抹茶 絕對不會買它 這毋庸置疑 然後但是有一點點喜歡抹茶 想要touch它的人呢 我跟你說它會苦喔 所以說可能要斟酌一下 沒錯 所以這道我們推嗎 我個人非常的喜歡 呀 我就知道 你不要手勢那麼多 我都以為你要推推了 因為你都會說 啊 那我們就 推推 好啦 所以這道我們就 推推 太棒了 太棒了 今天吃了7-11 新品 而且是金天康上市的 嗯 熱騰騰就買回來 那我會再回購的商品呢 就是 歐姆蛋飯 那個真的不錯吃 我講實在的 我超喜歡的它 它調的番茄味 但還沒到達我回購的魚肉 我知道 嗯 嘿嘿嘿嘿 那我的第一名就是 奢華海鮮飯糰 再來就是這一個 馬卡拉鐵啦 沒錯沒錯 那你的表情就知道 不知道你們看得出它的表情嗎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 按讚和分享喔 那每週的三五日 晚上八點都會更新影片 記得收看 記得到我們粉絲專頁 按讚 還有追蹤我們的IG喔 想要貼近我們生活美食動態嗎 加入我們官方LINE 按右上角的追蹤起來喔 在這邊跟你們 say goodbye囉 掰掰 有笑話 哈哈哈哈哈 今天已經開了七樣商品 還有笑話 我講很壞好不好 好 你說 好好 先天指的是父母遺傳嘛 那後天是什麼 後天就是靠自己啦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明天的明天就是後天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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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眼翻到後腦勺 好啦 掰掰 掰掰 哈哈 哈哈哈 如果acts有位字母 忖略 小佐 Ew 說 speech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